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正要学的东西是天天都会碰到哦 那就是时间 不过因为跟时间有关的生字生词太多了 所以我们会分集 分好几集跟各位介绍好不好 Vela也就是时间的意思 是冰语 它的用法很简单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句子好吗 对啦 当我们讲到时间的时候 还有一样东西跟时间有关 各位猜猜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知道啊 数字对吧 是 如果不能讲泰语的数字 那我们就无法回答朋友问我们时间了 是 那我们一起来看时间的用法吧 你会去等于5分钟呢 嗯 那你会去等于5分钟呢 你会去等于5分钟呢 你几点去百货公司 等于5分钟呢 等于5分钟呢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泰文1到6的数字怎么讲了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当泰国人讲到时间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讲呢 如果是凌晨1点到5点 他也会把D放在数字前面 然后如果是白天 我们经常会把蒙放在数字的后面 数了12点的数字哦 因为我们不会把蒙放在12的后面 是的 是 刚刚我们已经学会了 也就是时间点的意思 下一个 我们一起来看晚上的时候 泰国人会习惯用 通的用法有点特别 所以请大家通通记下来 就是晚上七点 就是晚上八点 是晚上九点 是晚上十点 他通是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二点 泰国人就不会说红通 他们会说天肯 他的意思是 你几点吃晚餐 我大概晚上七点吃晚餐 因为跟时间有关的甚至还很多 那么下一集我们再跟各位介绍吧 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刚学过的字吧 为了时间 1 5 1 爽 2 3 3 4 4 5 6 就是红 Z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我们现在时间不早了 今天的节目要到此要告一段落了 下次再见吧 拜拜 Sawarika Sawarika